我现在要示范的是如何使用Photocab这个影像处理软体来进行照片的去备 在开启Photocab之后,先载入你要去备的照片 接下来在选取工具的地方,选择套索选取 那套索选取的操作方式是你先左手按住键盘的SHIP键 在套索期间,SHIP键都不可以放开来哦 接下来右手的滑鼠,先找寻一个边缘的起点 按住,按住之后放下 放开来之后,你可以发现滑鼠可以定点 那接下来呢,我的左手还是持续按住 那右手呢,就开始点选你的物体边缘 那如果你的物体边缘很平滑 你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再点一下 那如果你的物品呢,弯曲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是在点的时候就要密集的点选它 好,那我现在快速的点击我的物品 让它们选取起来 当我去备完成之后,左右手都可以放开来啰 放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选取的物品 周围有一圈虚线 这时候我们要按到上方的反向选取 让它选取物体之外的背景 接下来找到键盘的键盘 按下去之后,你可以发现物体之外的背景通通去背咯 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存档的动作 在储存的时候,记得要选择是有去背的影像格式 那你的存檔格式就要選擇PNG 那PNG的话我们建议是使用32位元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览的画面 背景是有去背的 以上是使用Photocab去背的操作